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勇闯云巅 勇闯云巅 嘿 快回来 啊 他是想让我爬上去还是怎么样啊 哦 我知道了 是乐乐 一个喜欢登山的客人 看来我们需要去一趟摘星山脉了 走吧 达达 在吗 能送我们去摘星山脉吗 哈哈哈哈 怕怕服务呐 啊 啊 哇 摘星山脉真的有好多山啊 你们看见乐乐了吗 可能是乐乐爬得太高 现在没法下来了 可米 我们快去吧 我会紧紧跟着你的 快点 暖虎 乐乐爬得很快 所以我们得更快一点才能追上他 我好像爬不上去 也许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 然后再行动 我们没有时间想了暖虎 我们得快一点 思考确实需要时间 但与其这样重复尝试 不如先做好计划 你就能更快地找到客人了 让我示范一下 我看到了几个攀爬位 这儿 这儿 还有那儿 真是太棒了 暖虎 但速度上可能还得再快点 你说要思考一下 确实让我有了些灵感 泡泡时间到 飞天独角兽 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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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乐乐 还有她的宠物雪猴子雪雪 哼 看来她们的进展不错呀 呜呼 咱们把我们来山羊挡住 呜 不好意思 您是说您绕不开那只山羊吗 呜呼 呜呼 你们的宠物雪猴子 变得更真实 是的 实际上这是我的主意 这挺有趣的 呜呼 也许我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绕开这只山羊 啊 看来你是觉得山羊的数量越多就越有趣对吧 嘿嘿嘿 我们去和她谈谈 山羊也得讲道理对吧 呜呼 你好啊 你介意消停一会儿不撞人吗 哦 好吧 这些山羊看起来很喜欢用头撞别人 啊 打不露头了 这是可米 可米当然也喜欢啦 啊 这些山羊什么都要撞一下 嘿 要是我们给她撞点更有趣的东西 也许她会让我们过去 很棒的计划 你看 思考之后再行动总比仓促行事要好 嘿嘿嘿 没错 但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得抓紧时间 我不知道这能影响他们多久 泡泡沙探球 现在机会来了 乐乐 啊 打不露头的快到了 啊 打不露头的快到了 听见了吗 暖湖 快到山顶了 哦 这只是太让人兴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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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是一个雪人吗 啊 有雪人挺有趣的 啊 他应该是个善良的雪人吧 现在可没时间想这个 快跑 啊 嗯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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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到了 好棒 这就是山顶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什么 这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居然走错路了 真对不起乐乐 我们冲得太快了 我们应该有个详细的计划的 确实如此 但说实话 向前冲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 好了 暖虎你别开玩笑了 现在不是应该像你常说的那样 先思考一下然后再行动吗 嗯的确 哼 先思考一下 先让我思考一下 用飞天独角兽跳过去又太远了 风太大又漂不过去 哼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有老办法了 对吧雪人先生 雪人先生 看我说对了 它很有趣 等会儿 我想我有一个办法了 呃 浪虎 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确保我们已经考虑周全 不能随意行动 也许另一块石头更接近目的地 也许 呃 浪虎 来了 看到了 蛮暖虎 放一个雪人在占星山脉里 这是一个超棒的主意 这就叫深谋远虑 懂了吗 确实 凡事都要考虑周全 到了 太棒了 嗚呼 WDDBD 谢谢 你不用感谢我们 乐乐 我们得感谢你 带给我们的登山之旅 而且 还有更加好玩的呢 急速雪翘 现在 我们得下去 不是说凡事都应该考虑周全的吗 但偶尔冲动一下 也蛮有趣的 准备 准备 导致